探尋古佬失傳秘術 規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出品的奇趣圓幻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琦 第557章 長生大躍 上次講到 何武道跟我們說 他師父就快來了 我看見 何武道三里後的紫蝴蝶一直在動動動動 於是說明了 看霞省人和何武道正在聯繫 我們正面臨的事情 不單是暗心門中的大事 都是人間大事 如果搞不定的話 人類的未來可能要不停地 與這隻蟲怪作鬥爭 所以 看霞省人一定要來 何武道的話音剛落 我身邊隱隱約約覺得 有一種很難形容的開心感覺 那種感覺似曾相識 我知道 看霞省人真的到了 真的未見其人可以首先感應到他的神采 外面的人都感覺到一種很特別的喜悅感 開始時有點騷亂 但畢竟 那些感覺很好 這樣就不會造成恐慌 我突然看到在帳篷的帆埔上 朦朦朦朦朦有一個人影 好像有頭影兒頭上去那樣 大家看到我眼睛看著那張篷 於是都轉頭去看了 都看到在帳篷上有一個淡淡的人影 熟一聲全部站起來 雖然大家都覺得沙邊很開心 但因為始終不知道是看霞省人來 還是蟲怪來了 所以有點緊張 那個人影慢慢變得越來越清楚 越來越立體 直到最後大家定神一看 確實神彩役役的看霞省人 他的白鬍鬚扔在胸前面 凍住了一枝竹祭拐掌 而在此時 我就覺得沙邊很甜蜜 所有很壞藥的東西 全部都變得很平淡 有一種很強烈的愉悅感佔據我整個身體 荷武道就站起來然後說 師父 你終於都來了 看霞省人就說 不好意思 我離遲了 在說話的時候 看霞省人看到我腳下的天蟲 微微嘆了一口氣然後就說 唉 我就說 為什麼整件事 會去到現在這樣的地步呢 原來是你們有天蟲 張鴻蒙呀 你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呢 荷武道就說 噢 我忘記了 我以為你們老人家可以計算出來 一定知道我們有天蟲 如果不是 我們有什麼可能 還有命到現在呢 看霞省人就跟著說 看霞省人就說 貪心走去壯大自己 原來你們用天蟲來對付它 那它就會越來越厲害了 因為天蟲本身就很厲害 如果沒有什麼意外 天蟲搞定北極蟲武是沒有問題的 是不是出了什麼意外呀 天蟲這樣才沒有打死它 搞到蟲武變成現在這樣 看霞省人真是料事如神 他對北極蟲武也很了解 他說的和天蟲的意思是差不多 那樣東西就是 北極蟲武是愈強愈強 一次殺不死就會愈來愈厲害 主要成長方式就是靠吞噬一些有手段的人 但最初北極蟲武是想殺了數說真人 如果不是我們決策失誤想要保住數說真人 或者這個時候天蟲總授把北極蟲武打死了 但我們也不知道北極蟲武有這樣的特性 之前天蟲也不知道自己會被我們用來攻打北極蟲武 完全沒有心理準備 在沙咬裡面的時候 由於氣氛相當緊張 天蟲也不夠膽硬去弄暈我和我說話 萬一有什麼狀況 那就不是玩著玩著 也因為這樣,信息就不對稱了 陰差陽錯這樣,令北極蟲武發脾氣 搞到最後很難收拾 不過,看怕這也是必然結果 看霞省人又跟著說 唉 可憐的是我那個師弟 一心想著要長生 到頭來 反而把自己都陪進去了 其實 做人就不用追求什麼長生 人去到一定的歲數 就應該自己走 上天這麼好 其實比人間更有趣 我跟著又問看霞省人 前輩呀,既然你來了 我們也有了主心骨 那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面對面跟他打過 但看霞省人領頭就說 我來了也是沒用的 我可以感應到 山偶裡面現在很強大的氣息 但如果我出手 會令到整件事更驚忌呀 黃童一聽到之後便說 這樣呀 那我們找個賭者去避一下吧 不是很快就有什麼世界末日了嗎 看霞省人聽到之後笑了一下 然後再說 世界末日 這樣也未至於 辦法還是有一個 既然他們可以合體 那麼我們便想辦法 使他們分開 只有把他們分開 才有可能對付到北極松武 如果不是 就算找個賭者 都避不開的 我也這麼老了 是生還是死 沒什麼所謂 你們還年輕呀 所以這件事 一定要扮成他呀 我跟著說 在山咬裡面的時候 合體也不容易的 你是因為沒看到那場大爆炸 既然合體也這麼艱難 叫他們分開又談何容易呢 再說 既然都合在一起 又怎可能再分開呢 我看到 現在那個蟲怪的身材也很雲青 不可能再一分為四 看霞省人就說 不是的 不是的 凡是天地之間 有來就有往 有暑就有寒 可以分 可以分 這樣才可以合 可以合 這樣才可以分 所以這件事 就不用擔心 只要辦法用正確 那就不用怕 他們分不開 何半仙又追問他 但是這樣 有什麼對的辦法呢 康夏省人由自己的竹拐掌上 拿了個葫蘆下來 然後說 本來我打算早點過來的 因為要拿葫蘆裡的這件事 所以這樣才遲了 我看著那個葫蘆 少少地問 這是什麼 是分身藥嗎 康夏省人馬上擺了手 然後再說 這不是什麼分身藥嗎 這就是傳說中的長生藥 當年我師弟想要很久了 一心想在我手裡搶走他 我們兄弟兩個人 就是因為這件藥 才最終翻臉的 當年啊 我那個師弟 幾次過來搶藥都沒有成功到 他的性格就越來越暴淚 到最後回不了頭了 其實外人都不知道 我們兩個徹底決裂了 就是因為這件藥 王童一聽到是長生藥 他嚇了一跳 然後說 蛤?原來真的有這種藥嗎 如果是其他人拿這種藥出來 我們肯定就會笑 根本就不可能相信 但現在是康夏省人拿這種藥出來 大家認為肯定是真的 我身上也覺得很奇怪 如果真的有這種藥的話 為什麼沒見過有人真的可以長生不死 自古到今 不可能是康夏省人自己一個人知道這種藥 還是有人可以長生不死 我不知道呢? 也不可能的 就算我不知道 師父怎麼也會知道 就算師父也不知道 力道 力道這麼多個趕蟲人 怎麼也會有人知道 在蟲書上無論如何 都會輕描淡洗地寄回一兩筆 但一直都沒有記載 就說明了這件事很渺茫 之前何半仙其實都出求過長生藥 現在看到 康夏省人沙便就拿著長生藥 他很激動 馬上就說 既然老先生你有這種藥 既然老先生你有這種藥 為什麼不自己吃了它呢? 這種緣分可遇不可求的 康夏省人微微一笑 然後就說 據無字天書上寫 這個確實就是長生藥 但同時都記載著 人是不可以吃的 吃了之後對人是沒有益處的 我拿到這藥的時候 就緊記著天書中寫的東西 不敢亂動這藥 更加不敢把這藥送給別人 弄得連我自己的師弟 不斷求我 我都不可以給他 我把這藥 藏在一個人都找不到的地方 拿出來的時候也很麻煩 如果不是的話 早就過來吧 我現在生存在世上的時間足夠長了 凡是人都有天年的 沒什麼必要 逆天而為 我突然意識到 原來康夏省人都不知道 這藥到底有沒有功效 只不過那是無字天書記載的 無字天書成就了暗山門江湖中 兩位重量級的泰斗 康夏省人和訴說真人 這樣就說明了 無字天書確實很厲害 裡面記載的這藥對人是沒有益處的 這肯定就是真的了 康夏省人一直遵守著無字天書的教導 很嚴格地去規範自己 而且他也不肯去害別人 寧願得罪私底 也不肯去犯一些原則性的錯誤 這件事確實令人覺得很敬佩 現在有這樣的心態的人真的不多了 我又問回他 但這件事是你老人家的長生藥 又問什麼分身藥 又如何可以令到 蟲怪重新分開身體呢? 康夏省人就回應我 都沒什麼好辦法了 我聽張鴻蒙說過 當初諸葛留意 都是為了長生藥 先去月亮營地 沒想到被重母吞誓了 我那個師弟和張鴻山 都是貪戀北極重母丹 希望用來作為長生藥吃了它 這樣才來到 你們泡伏山北面這個山咬 結果最後都被北極重母吞誓了 我現在把真的長生藥拿出來 他們互相之間肯定都很想要 重母都沒辦法可以影響他們 去到最後便會分裂 康夏省人天地通靈 有些事情就不用親眼見過 憑他自己的推理 便可以分析得很清楚 這件事是我們很難想像的 何半仙又問他 你說什麼是真的長生藥 難道北極重母丹是假的 康夏省人笑了一下 然後又說 在我們這片天地之間 有條靈根 就好像是無字天書那樣 逆天地而生的 靈根摘在崑崙上 普通人很難找的 在根上 裡面結有一個靈果 這就是天書記載的長生藥 因為有天書記載 這就叫做真藥 也可以叫做大藥 北極重母自己 都是逆天地而生的 身體裡面 都結有單果 一樣都是逆天的東西 所以都可以長生 但是無字天書裡面 沒有明確記載 所以叫做小藥 現在有人拿著大藥 去到崇拜面前 北極重母身體裡面 那個小藥 就沒有得比 我師弟他們三個 那些神識和重母之間 肯定會有衝突 那就是有了分裂的想法 王同又繼續問 但是北極重母這麼厲害 他們三個是被吞神進去的 那場爆炸很震撼 我的意思是 北極重母的身體 不是一家旅館 不是你想進就進 想走就走 Hannah省人繼續很耐心地解答說 你有這個疑問 這樣就不奇怪 但不要忘記 現在我師弟 蔣宏山 諸葛劉爾 還有北極重母 是個整體來的 這個整體 包括了北極重母很多聖情 又包括了他們其他三個人很多聖情 現在是這個整體 看到大藥之後 自己想分裂 而不是他們三個在身體裡 去對抗北極重母 天書裡有寫 下策殺人 中策奪成 上策攻心 你們所說的重怪 現在可以等同為一個人 他四分之三的心思 是想得到長生藥 但自己身體裡就有 不過暴風捉影 根本拿不到 就像一個普通人 相信自己 吃了自己的心 就可以長生不老 但無論如何 都不能將自己的心 挖出來吃 不過如果他聽到 說吃了 例如吃了熊蒙老道的心 可以長生不死 那就什麼都不用顧忌了 而且 每四分之一的心思 都希望將那個長生藥 可以據為己有 用現代的說話來說 這就是精神分裂 所以這件事 根本就不用打 叫一個人拿著這隻藥 去引那隻蟲怪 這樣就可以了 王瞳就說 這樣就太好了 你老人家帶著我們過去 Hannah想人領領頭 然後再說 不是我這個白爺公怕死 但是我真的不可以過去 那隻蟲怪現在 還是愈強愈強 我如果真的過去的話 很可能也會被他吞死了 如果是這樣 這個天下真是玩完了 我親眼見過蟲母愈強愈強 知道Hannah想人不是貪生怕死 也不是袖手旁觀 他真的不能去 於是我就說 那我去吧 Hannah想人又繼續說 不過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據我的判斷 去送藥的人 一打照面 說完情況之後 肯定會被蟲怪殺了 這件事就很容易想的 那個身體裡的四種神式 無論是誰 都是個殺人魔王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謝謝你的收聽 我看見你 過了一天 我的天 我會被召喚